再來看到淡水北海岸居民 引頸期盼許久的大型電影院 今天上午在淡海新市鎮正式開幕 由美麗星影城經營 今天影城更搭配強檔電影水星霞 上映推出99元電影超值優惠活動 讓一大早的電影院就大排長榮 雖然淡水一早又濕又冷 但還是不解民眾的熱情 影城估計有4000人前來排隊 真的是超出預期 淡水北海岸居民引頸期盼許久的大型電影院 今天下午在淡海新市鎮正式開幕 由美麗星影城經營 美麗星表示為了積極拓展版圖 第一站淡海影城將於昨天開始營運 位於淡海新市鎮的影城將結合年底通車的淡海輕軌 預計帶來不少商機 而另外今天影城更搭配強檔電影水星霞 上映推出99元電影超值優惠活動 讓一大早的新市鎮影城就大排長榮 我們淡海影城這邊最大的特色就是有一個聚目廳 那我們的聚目廳是25公尺寬13.5公尺 那其實就是非常高規格的觀影品質這樣 我們有9個廳那總座位數是1922個座位 我們今天是搭配水星霞上映的話是99元的優惠票價 那還有另外就是我們米奇90週年的那個紀念碑 那就是今天如果賣99元的電影票我們可以以用會價 199買那個90週年紀念碑的對 美麗星表示影城總共規劃一個聚目廳 以及八個標準數位影廳 合計一千九百二十二個座位 而聚目廳採用約寬二十五公尺 十三公尺高的規格螢幕 是全新北市最大的影廳 而今天開幕活動更吸引大批人潮 雖然淡水一大早就下雨又虛又冷 但還是不減民眾的熱情 影城估計有四千多人前來排隊 所以真的是超出預期 看電影不用跑太遠了 之前都要去哪裡看 去台北 新衣區什麼的 對啊 所以說現在有影城開幕覺得很方便 對啊 很方便 而且今天特別來參加活動 嗯 方便很多啦 不用再跑太遠 對 就游影城就希望大家淡水人多支持 其實有 因為我們上週六日在市營運的時候 其實人數有超出我們原先預估的 那淡水的居民其實也都很熱情給予我們支持這樣子 那今天的排隊其實也是有超出我們的預期這樣子 目前應該是四千多左右 對 那因為我們今天是全日的廠次都是九十九元 所以可能還有陸續來購買的客人 對 我們商場的部分明年二月二十八號試營運 那三月三號會有開幕活動 民眾表示住在淡水多年都沒有電影院 這一次有大型劇規模的影城進駐也讓他們不用再跑台北去看電影相當方便 而也希望可以多多支持影城活動特別前來排隊 而另外美麗星表示 除了九十九元的電影票之外 在這個週末也有一九九的活動 而為了配合淡海輕視症的生活形態 未來也將會規劃親子影廳 提供當地年輕家庭更多樣化的休閒娛樂選擇 而美麗星也提到占地五千坪的商場 將會在明年三月三號正式營運 預計將會為淡水注入嶄新的休閒生活形態 記者許多安逸待全世界財務報導